狼殿下终于开播了 还一下子更了49级 点开就可以看到结局 这一个歪头杀到底等了多少年啊 有多少小飞侠像鸡鸡一样 看见肖战出场 鸡皮疙瘩出来了 眼泪也不争气的出来了 然后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咽口水 肖战也太会聊了吧 这吻大气迷人 代入感太强了 女主 你怎么舍得把她推开哦 多少有点不识好歹了 哈哈 肖战太有男人味了 有一种峡谷柔情的感觉 看不够 肖战的可塑性真强 没想到三年前 肖战的演技都这么好了 这两天在网上 搭到肖战的一段采访 才知道肖战演技这么好 原来是因为 他在拍摄狼殿下的时候 就有意刻苦磨练眼镜 那时的肖战还不太出名 是第一次演男二号 从头到尾都有戏份 要参与全聚过程 而肖战又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所以压力很大 整个人都非常痛苦 肖战说 自己那段时间身心很累 因为白天要拍戏 晚上要上表演课 会上到很晚 上完还要写表演心得 而第二天大早上就要开工 当时肖战不止一次崩溃过 就是边哭边写表演心得 画面感太强了 大家都知道肖战在表演方面是非科班出身 但他没有放低对自己的要求 而是努力学习表演 努力提高眼镜 肖战一直是那个比较努力的孩子啊 他说 现在回首 真的很感谢那段时间 那段经历 非常难忘 虽然有痛苦 但是让他兴奋的是 他在《狼殿下》这部剧中成长最快 演技从零可能到了40分 50分 是一个质的进步 第一次认识到演戏 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何去面对镜头 如何跟对手产生沟通 戏中 你是侠肝一胆 有情有义的赏金猎人 是风流倜傥 桀骜不驯的靖国世子 是极恶如仇浪迹天涯的极冲 戏外 你是细致温柔 善良勇敢的切面学长 是一枪孤勇 内心强大的合格偶像 是用作品说话 越飞越高的青年演员 夜时光不负岁夜 夜世界不负温柔 夜每一个善良的人 都被认真对待 千山万水 不离不弃 肖战来日方长 未来可及 支持优秀演员肖战 期待演员肖战的新作品 加油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